好 接下来我们持续带您关心 是中国的极端气候持续 先前饱受热让所苦的四川还有重庆 近日的气温终于是有所下降了 并且迎来了降雨 但是旱灾才刚有所缓解 正在暴雨就马上在多地酿成了洪灾 12万人被迫疏散 中国重庆市气温终于下降 29号上午解除了高温红色预警 下午也解除了高温中暑一级预警 随着四川在28号恢复一般工商用电 重庆的限电令也预计很快就能取消 而成都 景阳等城市的商户 也已经恢复正常供电 店内灯火通明 开放空调也不受限制 四川盆地经历了连日高温干旱 如今终于迎来降雨却马上乐极深杯 对于陕西的南部 四川盆地的北部和西部 那这地方因为前期是持续的高温干旱 在未来几天呢 它的降水比较集中 降水持续时间比较长 而且累计降水量也比较大 那局地呢 还可能扮有一些比较强的这种短时强降水 所以呢 它是会面临一种旱落急转的这么一个情况 高温和用电短缺的问题才刚刚有所舒缓 洪灾就接踵而来 受到日前干旱影响 河川水量严重偏少 容易导致山西和河流洪水爆发 引发山洪地质灾害 四川省气象台27号下午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以来 已经有至少12万人被迫疏散 欢迎新闻 林敏轩 综合报道 极端气候导致巴基斯坦从6月以来豪雨不断 当地传出洪水 土石流灾情已经造成上千人死亡 大约有17万栋的房屋倒塌损毁 超过3000万人受到了影响 而当局现在也宣布将拨出14亿台币来救灾 但是灾情严重 官员们也恳求国际伸出援手 巴基斯坦爆发历史性洪灾 许多城镇被毁于一旦 巴国气候变迁部长瑞曼表示 全国有三分之一的土地都已经被洪水淹没 虽然雨势已经虚缓 但还有很多地方积水未退 空前的洪水冲走道路 农作物 破坏基础建设和桥梁 影响超过3300万人 相当于总人口的15% 我认为它会很大 当地官员表示可能需要至少五年的时间重建 才能让国家恢复原状 但短期内将面临严重的粮食短缺 为了缓解危机 巴基斯坦甚至考虑从速敌印度进口蔬菜 政府也持续呼吁国际社会伸出援授 联合国25号表示 已经拨款300万美元 约新台币9000万元 给联合国援助机构和巴基斯坦的合作伙伴 国际货币基金29号则批准了 恢复巴基斯坦大规模融资计划的协议 将立即向巴基斯坦提供11亿美元 而加拿大政府也宣布将提供500万美元的人道援助 协助巴基斯坦处理洪灾 欢迎新闻林敏轩综合报导 在关心整个非洲都沦为气候变迁的灾区 这个礼拜非洲有许多国家要召开气候会议 他们愤愤不平地表示 非洲制造全球碳排放还不到4% 但如今却为全球暖化付出惨痛代价 呼吁年底将在埃及举行的 COP27联合国气候峰会 必须拿出作为 从空中往下看土地一片干涸 非洲之脚包括伊索比亚 肯亚和索马利亚 遭遇超过40年来最严重的干旱 现在连第五个雨季可能也不会来报道 让非洲濒临爆发空前的人道灾难 为了因应气候危机 非洲在29号召开非洲气候周会议 而这更是要为11月将在埃及登场的COP27 联合国气候峰会做准备 尽力的目标是由于巴黎国的国家 而是我们的伴侶 使我们国家更多 非洲国家无奈表示 他们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不到4% 但却要因为全球暖化 付出最沉重的代价 呼吁必须终结气候不正义 非洲国家加蓬总统翁丁巴表示 非洲必须为COP27气候会议提出具体计划 让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他也谴责全球已开发国家 未能达成对抗气候变迁的承诺 联合国表示 在2050年前 非洲恐怕有超过1亿人口 会变成气候难民 到了2100年 非洲一年将会有250天 笼罩在致命的高温中 非洲国家期盼 在今年年底召开的气候峰会 不再只是沦为演说大会 而是要真的富足行动 欢迎讯到大家林总统报道 乌尔战争爆发之后 欧洲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 却面临俄国反制裁 减少了天然气供应量 造成欧洲能源价格飙涨 而欧洲最大石油 及天然气公司壳牌更适境 当前面临的能源危机 可能会持续好几年 因此欧盟轮值主席国捷克宣布 将在9月9号召开紧急会议 要讨论解决方案 欧洲天然气价格涨翻天 面对即将到来的冬天 欧洲面临能源短缺窘境 天然气是欧洲发电的主要来源 因此各国想方设法解决能源危机 荷兰泽沃德市当局 本月开设了荷兰最大的路上风电厂之一 足以为30万户家庭发电 另外法国则是要求企业必须在9月前提出能源 借除计划 比利时与意大利等国不断呼吁欧盟设置天然气价格上限 并与电价脱沟 比利时能源部长斯特雷腾甚至警告说 除非欧盟对失控的天然气价格迅速实施价格上限 否则欧洲接下来的5到10个冬天情况将会很糟 面对俄罗斯反制裁进一步减少对天然气供给 导致欧洲天然气批发价上周飙涨到记录高点 欧洲的基准天然气价格27号飙升到每百万瓦时超过343欧元 比两年前高超过30倍 可能拖累欧洲经济陷入深度衰退 欧洲最大石油及天然气公司可排执行长范博登更示警 欧洲地区可能需要实施能源配给好几年 因为当前命令的能源危机可能将会持续多年 对此欧摩伦执主席国杰克宣布各国能源部长将开会商讨解决方案 欧盟主委会计划在今年将欧盟对俄国天然气的依赖减少三分之二 并在2030年前结束对俄国燃料供应的需求 不过欧洲国家恐怕得先想办法解决能源短缺问题 否则接下来每年的冬天都将成为恶梦一场 欢迎新闻孙玲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